那,所以坦白,我是比較奇怪的,我很早就一直在問自己這個問題 所以我會很在意我做的事情的意義 所以接著就開始我的跌跌撞撞的過程 其實我高中很自然的,我就選了所謂的自然主 然後我高中還去上了電腦班學一些常識 然後寫的並不好,但是我覺得有趣 所以我都很自然覺得我就是應該去念理工科系 而且前陣過程我爸媽並沒有怎麼樣的干預我 所以我的意思是,我可能會以為那是我自留自主的決定 可是其實我第一個要提醒的,在這邊第一個要提醒的 可是其實,即使你爸媽沒干預 可能這個社會也已經在灌輸你 比如說男生就應該走理工科系 女生比較適合主生類科學 然後所謂的理工科系是什麼是最好的 電機啊什麼資訊是最好的 其實你也無形中都接受了這個東西 所以我事後來看,我會說 其實那不是我們以為的自由自主的決定 其實有很多其實是,這個社會早就埋在我們 從小就把它埋在我們的身體裡面,埋在我們的腦袋裡面 所以我也很自然這樣走 可是你是要相對於,可能相對於別人 我已經在高中我就學過程式寫作 我已經努力的認識了我所要可能想走的學科 然後我高中又很積極的參加很多這種自然科學方面的言論 我想說是,我已經很努力認識自己 認識我可能要讀的學科 甚至我考上大學之前,我本來以為我會考上台大造傳系 我就顯現到台大加油會 然後請他們幫我找造傳系的學長 然後告訴我造傳系到底學什麼 我是一個這麼積極去認識我自己 認識我要學習的學科的人 可是我要告訴你,我還是搞錯了 我進去念了資工系以後 我才發現資工系不是我想學的東西 所以我們是會犯錯的 然後可是我要講的是說 可是其實年輕人就是有這個犯錯的本錢 我也常講學生就是有犯錯的本錢 所以不要怕犯錯 你只要讓你的生命不斷地前進就好 我其實大概就是這樣 我一進台大資工系以後 我就很快發現他不是我要的 但是可能也應該說更早我在高中 因為我參加很多營隊 我就感覺到家中學生比很多學校的學生都貧乏 不好意思,至少是我那個時代 我遇到台中中的學生 我遇到南一中的學生 我遇到建中的學生 在新中學的學生 我都覺得我比他們貧乏 那個不是自卑 是那個你真的談到一些事情 你發生你什麼都不懂 所以我本來就設定 我一定要考上台大 因為我覺得那是一個最多元的環境 然後我上來台大 我就要重新探索我自己 然後又更碰巧 我進了資工系 我就不喜歡這個系 所以我更急著需要探索我自己 所以我在大一那一年 資工系的課非常重 資工系大一當時要修二十五個學分 有四十一堂課 所以有很多課是沒學分的 比如說物理實驗 三角五才一學分 然後一大堆物理實驗 化學實驗 然後一大堆這種課加起來 就是二十五個學分 四十一堂課 我幾乎都翹瓜 然後但是我花很多時間在旁聽別的科系的課程 我晚上去聽演講 我假日去跟音樂隊 我坦白講 我是這樣過我的大一生活 因為我要趕快的找到我人生的新方向 所以我白天的課俏瓜 可是我不見得 當然人沒有那麼自律那麼難 我可能有些時候也在偷懶 然後在社團混 然後睡覺都可能有 但是坦白講 我還有花很多時間是在旁聽各式各樣 我只要稍微 就說 我不曉得有什麼了解 我只是覺得沒聽過 然後又不排斥 那我就去聽聽看 然後我就花了很多時間去 我說白天旁聽課程 晚上聽演講 然後 然後 假日還參加音樂隊 那我參加的這些活動 涵蓋了什麼 聽佛經聽益經 然後 去參加本地職務認識的演戲 去參加延遲的演習營 然後像聽譯經是到佛堂去聽 佛經是在晚上那個學校的社團 的那個講座去聽 那可是我是不是一個佛教主 其實根本不是 我只是 就是覺得不排斥就去了解一下 然後 總之那個活動是非常非常多元的 我在那個過程中努力地探索自己 好 這是第二個我要跟各位提醒 就是說 你不要以為 尤其如果是大學的同學 你不要以為你還年輕 你現在還不知道自己要幹什麼 沒關係 你要知道 我大一就開始努力地探索自己 然後我到大二 我在職光訓還念完兩年 我到等於說我大三 正常的大三 我就已經決定我人生要走成路 我就是要命聖位學 然後我就從那個時候 我一轉去我就開始非常非常的努力 就立志我要當一個聖位學家 所以我不敢說這叫成功 但是我走到了我的目標 我會說 如果你不是從很年輕的時候 就一直朝你的目標去前進 事實上是很難找到你的目標的 所以你要給自己一點壓力 早一點找到你自己的目標 其實你想一想 其實這兩個都是社會學界的人 一個是五月天的長緣 有一個是台大社會系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蘇達綠的 蘇達綠的一個成員 是政大社會系的 他們都是年輕的時候就在玩樂團 所以簡單講他們也是很年輕的時候 就已經決定他一輩子要以這個為功 所以他們走得到他們要走的路 我只在這裡加一個但書 你很努力不代表你可以成功 但是我可以很確定跟你講 你不努力你是不會到達走到你要的路的 你很努力不保證你就會成功 但是你不努力 我相信你是不會有機會走到你想要的路 所以我其實在大一就開始困惑我要走什麼 然後很努力的探索 然後我到大一結束我不敢做決定 我再到大二結束的時候我才決定我要做 當社會學家 然後我就我轉系以後就非常容易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從職工系 排到職工轉到排到社會 我想所有的人 因為從以前到現在都是這樣 所有人就會問說你爸媽不會反對嗎 你家人壓力嗎 那答案其實大家都知道 就是當然反對大力的壓力 然後你可不可以讓你的爸媽放心 我坦白說因為我很努力 我以為可以讓他們放心 所以我自從轉到社會系以後 我每年都在拿書卷獎 應該說我每學期都在拿書卷獎 然後每個學期拿著好成績 我再去申請一個獎學金 然後那個獎學金還會上報紙的 我就把那個簡報撿回去 把獎狀弄回家裡 我希望讓我爸媽放心說 你放心你兒子 雖然轉到一個你以為比較沒前途的科系 但是他是很努力的 我用這個過程想要讓他們放心 但是坦白講 他也不一定會成功 就很像我講的 你很努力不但也會成功 我爸爸跟我講 一直到我進政大教書 那已經比我轉世已經十幾年了 我拿到博士學進了政大教書 我爸爸才說我才放心 所以那個過程 我很努力想讓他們放心 其實也不一定做得到 所以我的意思說其實這個東西沒有 你如果真急著要用嘴巴去說服你爸媽說 請你媽放心 這不見得你是做得到的 你只能用更長的時間去證明 去向他們證明你是值得信任的 但是我不會說過程那些失敗 我所謂失敗是說我拿那些獎狀 拿那些獎學金給他們 沒有成功讓他們放心 我不會說他是沒意義的 因為也許他最後的放棄也至少在過程中 讓他們沒有那麼的擔憂 所以那個過程不見是沒意義的 那總之我轉世以後 我其實是非常非常積極的 非常非常努力的在 在就朝我互相走的目標前進 那可是在那個時候 我也不是指大力的書 在那個時候台灣的社會運動非常的蓬勃 那一樣其實還是牽繞跟父母的溝通 每一次聽說有遊行要發生 我媽媽就會打電話來 叫我不要上街 然後可是其實 坦白說我那個時候是受到國民黨的栽培 非常受到國民黨的栽培 那所以我也 我媽媽其實不用擔心我會加入那個隊伍 但是即使是這樣 現在我的政黨立場跟 跟那個一天到晚上街的那個政黨不一樣 我還是保有我的好奇心 我還是願意去看看他們在搞什麼 而不是藉由媒體 藉由報紙來看他們對這些活動的報導 那其實那對我有非常大的影響 當時報紙每次上街就說那些人就報紙 然後把他們說得很可怕 所以當然我媽媽會打電話 就是怕我們隨便上街就被打 然後其實也當時剛好有一個老師 他想要做社會運動的觀察 然後他也很怕那些所謂的報紙 所以他其實還定做了一頂頭盔 然後一頂小背心 然後上面就是抬上 背心上也是抬上社會心 他有我們其實就沒有 他帶我們幾個人上去 然後 然後但是總之就是 就是上街去了 那你上街去了 你才發現 當時的傳聞就是 你不能拍他們的照片 因為拍他們他們就會打你 你像爪子幫他做他們的紀錄對不對 可是我當時就一直拍照啊 然後甚至很多人都很樂意讓我拍啊 然後把小孩子拉過來趕快一起拍啊 然後有一次 呃 台大法學院隔壁的某個高中 我就不講名字了 從那個學校 從那個教室丟磚塊下來 丟到遊行的群眾身上 沒有丟到身上 就是往群眾丟 那群眾沒有被打到 但是那群眾已經很生氣 就繞過去要闖進那個高中 想要去找那個丟石頭的人 那隔天報紙報出來就是 報名要衝進學校打學生 那我坦白講 在那個過程中 我並沒有確定自己的政治認同 但是我保持我的好奇心 我每一次我都上街了 然後我每次都帶著照片 然後就 我不再對五名 但是我在四處那樣拍拍 我見證他們不是報名 我見證了媒體的扭曲 乃至於我在學校 受到那個栽培的過程裡面 我見證那個政黨如何介入下我裡面的民作 所以我才離開 我才很清楚的 我可以知道我不認同這個政黨 那我中間有沒有犯錯 我去認同過 而且努力的希望他們可以栽培我 然後把我拉到更好的 給我更多的獎勵 可以陪子我去佔有 校園裡面的更好的位置 我的意思說 當時我也是這樣的一個學生 我希望得到他們的親愛 然後他們的訓練 我都很認真的學習 我也想要從那裡可以得到肯定 那現在來看我是不是錯了 我當然會說 對我後來就是很破棄這樣的政黨 可是其實沒有關係 只要你不斷的前進就好了 所以沒有錯 然後我當兵的時候 在一個更特別的當中 當兵的時候在警總 如果你對 如果你對台灣的意思有點興趣 讀一些誰被抓去關 那個都是被警總抓去的 然後我在警總工作 然後我坐的是一個很敏感的位置 所以我什麼都看過 所以我很確定 我唾棄這個政黨 所以我一退伍 我就去參加一個遊行 叫一百行動的聯盟 但是在廢除刑法一百條 那刑法一百條是什麼 判亂罪 直接就槍斃子 然後我就上街了 那我在這邊一方面要講的是說 我不是只是唸書 我會用我的眼睛去看 尤其在現在 各位知道我們的媒體的狀況很糟糕 你更需要用你的眼睛去看 而不再依賴媒體告訴你 這世界發生了什麼事情 因為很多在這世界發生的事情 尤其在我講的是台灣 甚至國外一樣 很多在這世界的角落 在台灣發生的事情 我們台灣的媒體都不報導 所以你更需要 在讀書以外 去用你的眼睛去看 那總之我 那對我是一個很大的 在那個過程裡面 是很大的啟發 然後 但是我還是要跟各位講 那還是一個犯錯的過程 我曾經好幾年一直在接受一個 我後來很唾棄的政黨的栽培 但是無論如何 其實我轉系後是真的非常平 我給自己一個設定 我叫做過河的主旨 那過河的主旨就是不能後退 只能硬硬向前 那這種心態很重要 有時候 年輕的同學會想幫自己留比較多後路 然後怕走這個時代 所以你就留另外一個後路 怕走那個時代 你就留這個後路 然後你越是這樣子 其實你越走不到你要的路 因為你沒有把你的權力 朝向你的能力不要去前進 那我自己知道 其實我 其實就是從頭到頭的能力 我一轉系我就知道 我是個過河的主旨 我只有拚命的向前 所以我 我非常非常的努力 事實上簡單講就是 從轉系以後 就是 我就已經養成每天三四點睡覺的習慣 那三四點睡覺的 我同情是三四點睡覺 可是最晚的 他有個學長 是五六點才從外面回來 他在外面念書的 那這個學長呢 清大動力積學系 升大四的時候 再轉到台大社會系 他幾乎重念他的大學 總之其實我們當時有很多人 都是這樣的 用這樣的心態在很拼命的往前去 那 然後中間 中間其實有一些過程 走至大學念完 我 我原來其實想出國的 那但是 所以要 因為我想 直接要出國念書 所以我就先去當編 那 好 這裡又一個好玩的事情 然後我 我當編的時候 我唸到 後來我 我一輩子的指導老師的著作 我對他非常的佩服 其實就是葉啟正老師 我在當編的時候 讀到他的著作我非常佩服 所以我在 在服編的時候 我決心說 好我就留下來跟他 碩字班跟他學 我還是想出國念書 然後 但是碩字班 我願意跟他學一學 因為我蠻佩服這個人 然後 然後 然後我當編 原來在 在一個很敏感的職位 但是我 坦白我受不了 因為做太多 我沒有辦法認同的事情 所以我 我弄了一個關係 可是這個關係 其實我家裡沒什麼背景 只是因為我考裕官的時候 是全班 考得最好的 然後那個教官跟我說 你去當兵的時候 如果有需要 你就跟我講 然後我就厚著臉 回學校 跟那個教官講說 請你幫我調離開我現在的位置 結果 我被調離開這個位置 我去幹什麼 我當兵一年十個月 所以我一年在當医官 医官 医官 對 所以我在當軍隊裡面的醫生 然後 然後 因為是台道這位戲人 當醫生 所以 沒有人 沒有人敢給我看 所以 沒人敢生 其實沒人敢生病 開玩笑啦 生病不是你們的決定 我只是常開玩笑 因為我當了医官 那沒人敢生病 那 這邊只是附帶一個笑話 那偶爾只有我會生病 然後我的 衣官的位置是在那個 其實那個 單位是一個很舊的移區 所以空間很簡陋 衣官的位置 是在那個打字房裡面 所以打字房很多打字小姐 那不是君子 那是聘僱人員 然後那些小姐 因為 衣官的位置就在裡面 其實他們沒事都去偷衣官的藥 那我大概也知道 所以 我印象很久 我生病的時候 我進我的辦公室 就跟那些打字小姐說 大姐 我感冒了 請問要吃什麼 然後他們就 從他抽屜裡面打開 不是衣官的抽屜 是從他們自己的抽屜 拉開來 就說 你有沒有喉嚨痛 喉嚨痛吃這個 你會流鼻水 你吃這個 他們會開藥給我 好 這其實是讓大家輕鬆一點 那 躺在後來那個位置 就很輕鬆 那除此知道 我的工作出來一般就是服務勞兵 那服務勞兵這邊 我願意再多講一點 就是說 其實台灣的外省人不是那麼同質的 有一群所謂吃香喝辣的外省人 但其實有一群台灣外省人是非常可憐的 我們不要把族群問題 化約成那麼簡單的台灣人外省人 事實上 多可憐 他們在中國 不是自願參戰的 他們是 國民黨打敗上 一直遷徙的時候 路邊看到男人 就抓來當兵的 所以他們不是自願參戰的 來了台灣以後 國民政府告訴他們 我們要反攻大陸 所以禁止他們結婚 為什麼 因為如果他們一來台灣就結婚 然後帶著妻小 我們怎麼反攻大陸 所以有一段人是 是不讓他們在這裡買房子 結婚生子的 所以你知道 有些很底層的老兵 為什麼在台灣沒有房子 紹興社區 就是一個例子 為什麼他們沒有房子 因為他們早期根本不會想要買房子 他們等著反攻大陸回鄉去 那台灣的老兵的生活處境是差非常非常多的 好 我其實這邊也是差出來 我要講的是 我當兵的時候 後來就很邪 因為沒人敢生病 然後其他我就在服務療癖 我很認同那個工作 所以我剩下的時間都在做 到退伍時間都在做這個工作 因為太閒的時候 我每天都在 其實都在念書準備研究所考試 然後我念到沒書念了 準備研究所考試的書 我全念光了 真的是這樣 念到沒書念了 然後連什麼高補考的書 我都去買來念 高補考也有社會學 那我就去念高補考的社會學 因為社會學書被我念光 然後我畢業的時候 我說我原來畢業想去 想出國念書 所以我就直接去當兵 可是我其實本來畢業的那一刻 你看我一直拿書卷獎 不是嗎 然後我畢業的時候 本來還想去玩一玩 就去考考研究所 他還被我同學罵 我這個同學 現在在台北市政府 當某某局長 他當時有罵我 你幹嘛佔人家名我 你又不念 你想出國念書 你幹嘛佔人家名我 我意思是說 從我的大學成績 到我考研 就是大學畢業的時候 人家對我的認定 我應該是 考研究所 我應該是所向無敵的 我當兵後面時間很閒 我把書都唸瓜 唸到沒書唸 然後我統計是去 去唸那個經濟學的統計書 有一本書叫 經濟學四千五百題 我是這樣做那個考題的 總之我覺得我準備充分 結果後來我考研究所的時候 放榜那一天我還在提兵役 當時女朋友打電話給我 他跟我說 我跟妳講一個消息 妳不要難過 然後我當時只考了兩階 我考了台大跟清大研究所 那清大研究所 清大社會所考的一次很多 所以我覺得 那個考試就真的沒有人有把握 所以我心裡 他跟我講 我跟妳講一個消息 妳不要難過 我想到清大研究所沒上 沒什麼 因為那個真的考題太靈活了 那台大我覺得是胸有成績 而且事實上 當時的設定 我應該是搶那個前兩名的 結果我當著女朋友說 妳是最後一名考上 我剛才還想是不是清大 然後結果他說 不是 是坦大 我是最後一名考進碩士班 這樣子 那 坦白說 我當時覺得非常挫折 很丟臉 就是說 那個 所有人都覺得 我一定會考上 而且我已經準備到那樣 我居然 最後一名考進來 我實在很丟臉 我不想念 我當時一直在考慮 我不想念 我就要直接出去了 這樣 好 我這邊要講什麼 就是 那是很幼稚的想法 就是 其實 那個一時的成敗 其實真的沒有那麼重要 更何況我也不是真的 就沒考上 那個名次更是很無聊的事情 可是我在那一刻真的是走 是過不去 但是幸好我最好還是留下來念 那我 我一樣還是用那個拼進 我一進來 我就又去拼 因為全班第一名才有講學金 我 第二年 就是全班第二名 而且那個第二名出了一點 是老師出一點差錯 要不然我意思是 我就是拿到講學金 我接著念博士班 我博士班的所有學習過程 都是班上第一名 都是拿講學金的 那 當然 我不是要用這個當標準 又說我有多優秀 我只是要說我很拼命 因為優秀的標準 是讓老師給你很高分 就表示你一定很優秀 但是我 我必須講 那過程我真的一直都很努力 而且 我剛剛請更重要的是要告訴各位 那個研究所 碩士班考進來最後一名那件事 你根本一點的不重要 你回頭看 那根本是一件很無聊瑣碎的事情 然後我讀博士班的時候 碩士班我念了三年 我在台大總共就是大學五年 碩士班三年 博士班七年 所以我在台大念十五年的書 那我進碩士 我後來念完碩士班 因為又太認同我的老師了 所以我又決定留下來 所以我就在國內念博士班 然後我一直跟我老師說 跟我爸媽說 我會五年拿到博士 這樣子 那可是實際上我是花了七年才拿到博士 那一樣的 我們也常很在意我的人生早一年晚一年 你知道有很多醫學系的同學就是這樣 就是他沒有辦法忍受那個 他有很多同學身體檢查檢查就不用當兵 然後你還要當個兩年兵 當然現在當兵不用那麼久 再當時要當個兩年兵 然後你的同學已經撥你兩年的資歷 就是R1、R2了 他已經爬上你兩年了 那你進來你就受不了 所以他們就很喜歡把自己身體檢查檢查 看能不能當兵 很在意那一年沒有 那我坦白講 我在博士班的學習過程中 雖然我給我爸媽的交代說 我要五年 我會五年拿到博士 但是我會說 我還是用我自己的節奏在學習 那事實證明也是這樣 就是說 我如果在第六年畢業的時候 我會來南華大學教書 因為我在那前幾年 我快要畢業我就開始寫一些論文 然後我坦白講 我那個時代寫的論文 雖然我還沒畢業 我那時候寫的論文 我現在都敢講 那時候的論文都已經是有品質的 所以南華大學的一些學長很欣賞我 然後又在我畢業成叫我去監客 其實就是要看看這個人 除了會寫文在那還會被教書 那通過他們討厭 我在第六年 他們有了第六年會畢業 那一般我留了位子 然後 所以如果我在第六年畢業了 那一年工作四場的狀況 我應該其他沒什麼機會 然後我就會到南華大學教書 那也就很碰巧我第六年沒畢業 我就是總之我說我用我的節奏在學習 我第七年才畢業 那第七年他們還是幫我留位子 所以第七年我在整個過程 我都認定我要被嘉義服務 而且我很高興 因為我爸媽在嘉義 我可以照顧他們這樣 然後可是就莫名其妙的 我進了政大 那是政大社會去聘的唯一一個台灣本土的博士 那這個不是在講我多厲害 我要講的是 這裡面有太多你沒有辦法預期的事情會發生 但是其實我坦白說 我本來還是很想回南華 那是我第一支援 但是我爸爸在那個時候已經年紀比較大了 然後他給我很大的壓力希望我來 我再這麼大比較好聽 那我 我在年輕的時候轉戲讓他 事實上給家裡很大的震撼 我到 其實那已經變十幾年後了 我不想再給我發那麼大的刺激 所以我就選了選了政大 可是其實我回頭看我會說那又是一個莫名其妙的幸運 也就是說我到了政大以後沒多久台灣的學術環境就開始很大的變化 就所謂的學術評鑑制度什麼什麼 然後少主化的那個歧視也開始被意識到了 我意思是說其實我沒有辦法否認在 如果我是在一個實際學校教書的那種 面對那種學術評鑑制度還有那種學生越來越少的那種壓力 絕對是非常大的 可是在政大就沒有這樣的問題 比較沒有這樣的問題 因為他有一個好聽的問題 那可是我進了政大我就做了一件跟大家不太一樣的路 就是說我沒有急著要升等 而且我都跟所有人講說我要當萬年助理教授 那萬年助理教授其實蠻難聽的 那但是我不太care 所以我反而是故意跟大家講我要當萬年助理教授 那什麼叫萬年助理教授如果是不太了解的同學 就是說現在拿到博士進大學教書就叫助理教授 然後你說一輩子不升等就是叫萬年助理教授 然後在我進政大的時候沒有所謂六年的條款 現在很多進學校教書的人要六年一定要趕快擺脫助理教授的身分 要不然你六年不擺脫頂多再給你兩年的機會你就要被file掉了 那我的下一年進來的人就有這個問題 我的運氣的我早了一年 所以我沒有那個問題 所以我到處跟人家講我要當萬年助理教授 那其實是要卸下大家對我的期待 你不要期待我什麼很快升等怎麼樣 你不要期待我就是要過我自己的生活 那我一進政大我就非常認真的講出 我把所有的運氣都畫在教書上面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其實這也是我現在面對你們的態度 我會說教學工作跟研究工作最大的差別是 研究工作其實是要成就自己的地位或是貢獻 比較公義的講是在成就自己的地位 讓自己成為一個偉大的學者 那但是也許相應的你對社會也有偉大的貢獻 但是主要都是你自己 那個貢獻也是你做出來的 可是我覺得教學跟研究最大的差異是 我覺得我的貢獻就是我的學生 而且我一定要努力讓我學生比我強 因為如果我的學生不比我強 我根本不要教書 我就自己做研究就好了 因為我比我的學生優秀 我就自己做研究就可以推動世界的進步 但是我覺得這是不對的 我覺得做一個老師他的心態應該是 我一定要讓我的學生比我強 這個社會才會進步 然後也因為希望學生比我強 所以我要努力的教書 所以我在政大的過程裡面 我其實花了飛機或所有的一期都在教書上 然後一樣的那也是一個莫名其妙的事情 結果政大就設了一個獎項叫做 教學特優的老師 那我就前兩年沒有候選資格 第三年我就等獎了 然後接著我就常常得獎 所以我很快我就不用被評鑑了 很多老師 剛剛那個年輕老師有六年條款 六年要升 那你其他的副教授還有一個教師 三五年會有一次評鑑 現在制度變成這樣 三五年要評鑑 要教一些成績 說我教學研究服務有什麼表現 我教書五年 之後我就不用再評鑑了 因為我得了太多教學獎 然後 所以總之我真的可以做我自己 講來明年就是我什麼都不做了 我也不好好教書 我也不好好做研究 什麼都不做了 然後因為我也沒六年條款 我又不用評鑑 我還是可以再政大的問 那但是我當然不是這樣去過的 而是我用這個來換取我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那這個想要的生活方式 那這個想要的生活方式 我指的不是我學校很混 回家很享受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我把我自己生涯的重點 可以自己做調配 所以我坦白講 我九年半才升等 才脫離了萬年助理教授的身分 那這在現在很少 不太多人能夠那麼久 因為要不就已經被敗了掉了 那要不就升等了 但是我九年半才升等 可是我要回到我剛剛說 可是我很滿意我的生活 我在教書的時候 我非常的認同這個工作 他很辛苦 比你們不像你們想像的 我覺得他搭計程車 計程車司機說 你一個禮拜要上幾天班 我說三天 然後你一天上班幾個小時 三個小時 你知道他又說 那我一天開車就八九個小時 我一天就把你的工作做完 可是其實大家不知道 我老師又老師的辛苦 我不是要說老師特別辛苦 不要誤會 我只是要說 其實這些工作有他的辛苦之處 但是在這辛苦當中 因為我很認同我的動作 然後也因為那個運氣 我甚至有辦法認同我的研究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有那個升等的壓力 有那個做書成績的壓力 我一定會有某些時刻 為了發表而發表 可是我會說我幾乎沒有 沒有為了發表而發表的文章 我說幾乎我不敢講到全部 但是我大部分的文章 我可以跟各位講 我沒有未發表而發表 我都是寫我自己想寫的東西 我累積到我真的很想寫 然後或是某件事情 讓我很生氣 我要寫一篇黑的來罵人一般 我再去寫 所以我不管我的研究 或是我的教學 我都很認同 但是我是不是一個成就很高的老師 還是回到今天分享的開始 我是不是一個成就很高的老師 就是九年半才離開助理教授的人 其實真的不太有資格說 我是個成功的學者 因為很多人九年半已經當教授了 然後我大學職工系的同學真的有人 就是我博士班還沒畢業 他就已經在教大當教授了 如果你要用那些世俗的標準來講 我絕對不是一個成功的老師 學者也不是一個事業有成的人 但是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可是我很滿意我現在的工作 我很認同我現在的工作 然後我也滿意我現在的生活 但是這也不代表我的生活 什麼衣食無餘 什麼物質不愧吧 不是這個意思 是在這些辛苦當中 我還是覺得我的辛苦是值得的 總結前面的說法 我會說其實 我如果還要用這個 就是總結這個過程 我如果要給各位另外一個 什麼樣的建議 我會說 其實人生的 你能不能要當你要的東西 我剛剛講你很努力 不等同你就會要到你要的東西 不等同你會成功 這裡面真的 無可避免的有機運的成分 但是我很相信 其實這是一個社會學家 很重要的社會學家講的話 他叫韋伯 他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 叫學術作為一種事業 這些準備繼續唸書的人 都應該去唸 好好的唸唸這篇文章 他講了一件事情 他說靈感或是機運 對一個人的成敗當然很重要 就很像我剛剛講 這些路不是沒有機運的問題 但是很清楚的 你如果沒有努力 不會有靈感 也不會有機運 你如果不努力 不會有靈感 也不會有機運 但是你很努力 不等同你會有機運 因此你不一定會成功 但是如果你不努力 那個機運的靈感 是不會來的 所以我如果要做一個總結 我要給各位的建議 就是說 其實人生的這些早一年晚一年 然後偶爾會跌倒 這些其實都沒有那麼的重要 重要是你知道你不斷的在你 不斷的在超越自己 然後比如說你原來不太知道自己想幹什麼 你不斷的在努力的去尋找自己想幹什麼 這個答案 這個就是你不斷還在 就在超越你自己 我會說 只要你是不斷這樣在超越自己 不要太在意別人的比較 不要太在意早一年晚一年 那其實也常常是跟別人比較的 也不要太在意那個一時的成功或失敗 而且其實講說算 這也常只是在跟別人比較的 不要太在意這些東西 你只要跟你自己比較 然後你只要知道你自己持續不斷都在幸福當中 那我會說你應該就可能可以達到這樣的地步 就是你很滿意你的生活 那你會不會很有錢 我不知道 你會不會是一個大家都公認事業很成功的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我幾乎可以確定 只要你是這樣努力來追尋你自己 然後不斷的讓你的生命不斷來前進 你應該會得到剛剛那個 你很滿意你的生活 是這樣的目標 那如果你相信這樣的目標 才會在讓你很老快要死掉的時候 你會給自己一個答案說 我這樣活下來 再辛苦我都是覺得值得的 如果你相信我的 給各位的這個說法 那我會說這就是一個值得追尋的目標 即使聽起來沒有很了不起 就叫做我很滿意我的生活 它不是一個很遠大的目標 但是坦白說它很難做到 而且就像我剛剛講的 它會很有意義 因為你在快死掉那一刻 你會很心安地離開這個世界 你知道你為甚麼世界留下了什麼東西 那我其實沒有代表 我也不知道時間的運用是如何 那我的分享就先到這裡 再拼拼大家的等待什麼疑問 或是給我的回應 謝謝